第四角色 再介绍 如果我们画得更好 学素描 学到轮廓准确 线条柴整 然后我们可以用木炭筆去画 为什么要用木炭筆去画 因为木炭筆 不用排线条排得这么久 一画,加几笔 就有一个很大面积的块面 所以很快脆 是非常好的工具 首先介绍 木炭有很多类型 这个叫做 链 里面有这么大的 或者是晒 大晒不一 这些链枝 就是这样的 链枝有优点和缺点 链枝有什么优点呢 一刷很轻 就刷到大面积的颜色 缺点是什么呢 很快就 很难保存 被吹下又不见了 这个缺点 可以做什么呢 例如我们画中国画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起稿 起稿之后 你先拍一下 木炭筆就不见了 就加颜色 这个非常好的 画油画 用来起稿也非常好 画完之后 再拍多几下 不好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保存不够好 如果我们用这个画 要噴fixer 就是固定液 噴了它之后 接着呢 它都会脱色 非常之头痛 所以真没有两样 那这个 木炭条 或者是叫做链枝呢 我们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用来做起稿的时候 用的 画素描起稿也是 用这个起稿 起稿之后 把它擦蒙一点 接着就没有用了 然后用什么呢 就用 这个呢 叫做炭精筆 用炭精提连出来的 圆筆 这个圆筆很好 很大意 有一张纸 拉一下 然后撕掉它 就不用圆筆跑了 这样 撕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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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用圆筆跑了 直接画了 平时呢 这个筆很转的 要把它打扁画 画得很精细的时候 打扁画 这就很厉害了 平时好像摸刀 那这个叫做炭精筆 炭精筆 用炭 提连出来的炭精筆 那这个呢 我们的颜色呢 就是在香港有的 在哪里呢 就是 我给你们一个地址 那这个 又是叫做炭精筆 或者是炭精筆 这些是硬身一点的 和木炭的柳枝都不同 它画出来之后呢 和圆筆相比 它是 都比较容易脱颜色的 但是它比这个炭 这个呢 就实质很多 颜色就没有这个感 没有柳枝这样容易脱颜色 那这个呢 通常有 黑色的 这个有黑色 这个是折黑牌 我在俄罗斯的时候买的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好像圆筆 非常之好用 那 画完之后呢 这个黑色 那这个 有些素描呢 是 有咖啡色的素描 可以用咖啡色 深咖啡色 那 浅的咖啡色 那最光 手光面 素描都可以用白色去加 那这个 这一套筆呢 是非常之好的 或 这个素描 素描画 非常之好用 那 这个呢 是叫做炭精筆 或者是 幼顏色的炭精筆 它和粉彩有少少不同的 那 这个呢 是叫做 那 这个也是炭精筆 这个炭精筆呢 就是 俄罗斯 比赛院 用来 这一套筆 它将粉 混入水 素描 这个 素描的大色 那 素描了水之后呢 可以用擦纸膠擦 那 这个筆呢 非常之好用 那 是很浓的 它的炭精的浓度 很深的 那 幻顏色的 幻顏色呢 可以 幻顏色之后 用水去濕了一些 深色部分 跟着呢 但它干了再幻 幻顏色之后 如果有错 可以用硬的 擦纸膠 擦 它 掃过水的地方 可以慢慢擦出来 那 那 这种叫做 可以化水的炭精 这种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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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炭 这种叫做 好像不太合 应该是提廉了炭精 炭精 炭精 很多品种 有些是介乎木炭 柳枝 有些是这样 深色的 那我们买的时候呢 就 如果我们的同学 去买的时候呢 参加了我们的素描课程 会介绍去哪间买的 那 就 香港 大间的美术用品公司 都有的 但这一类可能是没有 这个牌子可能没有 那 这个牌子呢 就难找些了 可能要去外国 上网买了 那 我们 来 介绍到这个 炭精 条 或者是 炭 木炭 柳枝 或者是炭精笔 或者叫做 有颜色的炭 炭精笔 那 这个呢 就 我们 高班少少 中班少少 再画 那 初学童话 可以不用买的 还有一个白色 白色呢 是改错的 而且有些素描是用灰色纸 或者买黄色纸 画的 可以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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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些高光点 不是改错 应该加一些高光点 那 这个改错怎么改呢 有颜色的 这个素描呢 改错怎么改呢 用刷子膠擦 擦干净 接着呢 光的地方 加这个 这个 不是改错 是加高光 或者加淺色 那 这个 又讲回 这个叫做炭精条 圆笔 或者炭精笔 这个 撕了可以画 那 我们通常 画束写 用这个去画 就已经一笔找天涯了 因为 木炭 很少 好像在素描 很少 级素 它最多有深色淺色 两三种色 靠什么去变深色淺色 用手指捉的方法 所以 我们画木炭 整个手指 污污污污污 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很快速画出来 那个明硬 就不用 好处 排线排线去画 这个是 优点 还有 都有缺点 很难保存 按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